这个女人在精神冰月移住这世45年 最近更适合LV二次联名影权网争议 全线产品加波点就疯涨5000 联名宣传的阴间操作 路人直呼真子都没带下人 她就是封批波点女王草菅迷生 有人说只要看见她都会被吓死 巴黎大街上转角出现巨型红发老太婆 直接压迫赶拉马 她的仿真机器人在LV橱窗里诡异的画画 小孩天眼连做三天噩梦 就算你不知道她 也一定见过这些标志性的画作 色彩宝和超高的波点 无数圆点组成的南瓜和花草 还有碰似平平无奇的无线的网 都是拍摄会上最抢手的收藏 但其实这些都诞生于草剑 因精神疾病而看到的幻觉 为了逃离原生家庭 28岁只身前往美国追梦 33岁开创软雕塑艺术形式被抄袭 34岁以签传会为主题伴长 将从一张海报天马会长创业 对安迪沃货引用 结果安迪红了她没红 37岁再出新作无限金屋 7个月后抄袭她的人 得到顶尖画的邀请 继生名流 直到60岁 她将往年的作品再次拿出来半展 她获得了全世界的认可 她成为全球最贵女画家 讲她甚至视她为火宝 和各大品牌港化界联名 只要加上波点 她品证地卖到脱销 如今93岁 依旧热爱创作 回顾传名时受购的委屈 她也毫无愿意地说道 一切苦难 我都亲力亲为 把痛苦转化为艺术 这样的人生真的很了不起啊